这群美国大兵已经穷途末路 他们被德军围困在建筑内 怀里还躺着一个虚弱的平民 为了突出重围 队长想了一个办法 他让那名即将厌弃的平民女子 咬他们的手 他们到底在计划着什么 今天为大家带来故事 恶狼出山 二战期间 欧洲战场上烟火弥漫 一对美国士兵和德军 在树林中展开了激战 由于人少示弱 美军开始败退 在干掉了几个德军士兵之后 队长带领队伍迅速撤离 很快 他们投到一座废弃的警察局 众人在这里稍作歇息 士兵大壮对队长很不满 他表示 就是因为队长乱指挥 他们才会落得如此险境 他提出 他们必须尽快动身 去最近的集合点 不然很快就会被德军找到 队长有点不高兴 但也表示同意 这时 大壮忽然发现 警察局的台子后面 竟然有一堆尸体 并且 墙上还有着许多血迹和抓痕 看起来 这帮死去的警察 曾被什么野兽攻击过 这时 士兵小白 忍受不了尸体的臭味 一口吐在大壮脚上 大壮有点不爽 揪住小白衣领想揍他 队长连忙过来劝架 可忽然 一具警察尸体 猛地坐了起来 众人吓了一跳 赶紧举枪对准 警察嘴里咕弄着什么 但几人还没听清 对方就咽气了 大家一头无水 不过很快还是把精力 放在了自身的处境上 队长开始查看墙上的地图 判断着集结点的位置 小白则焦虑地靠在一间囚室旁 举着胸前的十字架 祷告着 可此时 一双带着尖爪的手 突然从小白背后伸出来 小白受到惊吓 回身就是一枪 尖叫传遍了整个警察局 队长等人赶过来 只见一个女人 被关在囚室内 捂着肚子 在地上惨叫 小白刚才开枪打中了他 只好惊慌地道歉 表示自己不是故意的 队长来不及责怪 他找了一根铁丝 让小白把吊在囚室里的钥匙 勾过来 但这时 大壮又不高兴了 他表示 刚才那声枪响 肯定已经被德军听见了 如果他们花时间在这里救治女人 很可能会全死在这儿 但队长和小白不理会他 他们拿出钥匙 打开囚室 队里的军衣小黑 开始救治女人 可不论他怎么安抚 女人只是歇斯底里的大喊着 大壮不忍了 他举枪对准女人 小白健壮 立马上前把大壮打翻在地 大壮正要对小白动手 队长又挡在了他前面 大壮气急败坏 认为他们都是一帮疯子 而队长呢 也指责大壮 质问他 怎么会变成这么一个 没有荣誉心的人 说完 大壮一把关上牢门 把队长等人锁在了里面 自己开溜了 队长又是大喊 又是踹门 但都无济于事 不一会儿 女人的状态稳定下来了 此时小黑震惊地发现 女人的伤口 居然自己愈合了 通过询问 他们发现 原来这个女人 就是攻击警局的那只野兽 实际上 她就是欧洲传说中的狼人 因为无法控制自己 嗜血的渴望 她杀害了许多生灵 现在她只希望通过自杀 来获得解脱 她望向小白身上的 银制十字架 这就是她刚才伸手抓小白的原因 她想借用银来杀死自己 听完女人的叙述 众人沉默了 忽然屋外传来喊声 德军已经赶来 领头的司令 用大喇叭喊话 表示 如果屋内的美军不出来 他们就会死得非常痛苦 队长心一横 事到如今 只有一条路了 她让小白 把银制十字架 递给女人 让她吞了下去 并请求她在死前 咬他们一口 女人同意了 很快 队长等人都染上了狼人病毒 他们的身体开始变异 长出了黄色的眼睛 和尖利的獠牙 外面 等了半天的德军 见屋内没动静 便强攻了进来 可在烟雾弹中 他们没有看见想象中 奄奄一息的美军士兵 司令正疑惑着 忽然间 一阵巨响 求是的牢门 被踹倒在地 三只身形壮硕的狼人 走了出来 整支德军队伍 陷入了恐慌 他们疯狂地开枪扫射 但在拥有自愈能力 和强大体格的狼人面前 他们根本不是对手 一阵腥风血雨中 士兵们 纷纷被狼人肢解成碎片 司令徒劳地开枪还击 但最后也命丧狼爪 另一边 几公里外的野地中 大壮正疯狂地跑向集合点 可一不小心 他踩进了雷区 一阵火光之后 大壮被炸掉了腿脚 他倒在地上 痛得几乎晕厥 但这时 一阵熟悉的声音传来 他震惊地看到 队长正蹲在自己的眼前 他赶紧求饶 表示自己非常后悔之前的行为 希望队长能帮自己一把 他开始拍队长马屁 说队长是一个善良的人 但队长只是冷冷一笑 队长的面部扭曲起来 在大壮惊恐的眼神中 他露出狼人的獠牙 《恶狼出山》 是2019年恐怖美剧 《鬼作秀》中的一则小故事 他借用一个恐怖魔幻的题材 展现了战争中的人性与复仇 在片中 战争对人的影响 不仅仅体现在背叛者身上 也体现在被背叛者身上 队长在经历了队友的背叛之后 不仅在外形上变成了狼人 在内心也变成了一个黑暗的复仇者 因为 monitors 和电宗市真正的地方 安静 对一些币丶的地方 太队耳